中国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人民海军2月27号发布了2023年 海军招收飞行员宣传片片墨暗含彩蛋 出现了一架轮廓模糊的新型战机 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外观上可以辨识出 这是最新的殲-35隐形舰载战斗机 海军官方宣传片中的这个彩蛋 不但意味着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可能即将接收隐形舰载战斗机 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像当年的歼20一样已领先试装的可能性 这也意味着福建舰航母终于等到了与最佳拍档组团的这一天 去年年中一张被认为是殲-35原型机的图片出现在网络上 迅速引爆了外媒关于这架飞机的讨论 美国海军新闻网站认为 编号为35003说明这是殲-35的第三架原型机 机鼻下的凸起为类似F-35光电目标系统的IRST传感器 驾驶舱可能采用了老式平式显示器 座舱盖配置及其开口也类似F-35 而粗壮的主起额架和垂直尾翼顶部上的飞沙标志 以及锯齿形的发动机喷口 证明这是一架隐形舰载机的原型机 殲-35的具体性能目前没有公开资料 但2018年出海航展上 中航工业公布的其前身FC31胡鹰2.0版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8吨 作战半径1250公里 有效载荷为8吨 2022年7月的殲-35照片与其对比 明显比胡鹰2.0壮实了不少 如果确实换装了改进版的涡扇13E发动机 那么殲-35的最大起飞重量约为30吨 各项性能应该不亚于31吨左右的F-35C 让人联想偏偏的是 不久前央视报道福建舰将于今年开展海事工作 解放军海军此时在招飞宣传片中 亮相隐形舰载机 二者结合不难看出前台词是福建舰的 整体作战系统正在暗部就班推进 外媒认为比照之前 辽阳舰和山东舰的服役进度 即便福建舰因为大量采用全新技术 需要进行全面测试 海事进度会慢一些 但在2026年左右形成战斗力不是大问题 与华越起飞的辽宁舰山东舰相比 福建舰航母凭借电子弹射系统 与隐形舰载战斗机 综合战斗力必然有极大提升 美国1945网站认为 福建舰可能会搭载四个战斗机大队 包括弹射起飞的歼-15T和歼-35 各两个大队共计48架 加上至少各一个中队的 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和直升机 以及数目不详的无人机 福建舰的载机数量超过65架 与美国尼米兹级航母大致相当 在考虑到中国海军在大型驱逐舰 和远程反舰导弹上的优势 福建舰航母编队的综合战力 可能不比美国最新的福特号航母 打击群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